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整婆婆妈妈二婶三叔 老师这方最后的镜头也终于被电视剧攻陷了 讲述的还是每次因为你数学不好 总听你数学老师背锅的体育老师 这部我的体育老师即将在有酷上见 但一开演员表张嘉义厉害了我的叔 你确定你的独家认真的走路姿势 是一个体育老师的正确打开方式吗 算了从爱上宋思敏的那一刻起我就暗暗发誓 这个叫张嘉义的大叔我粉了 话说我的体育老师的剧情主要就是 一个90后嫁给了80后离了婚的70后体育老师 给00和10后当后妈的故事 没嘛 编剧挺欢脱 但是努力发预告片且发现 除了节目段里还乱的N角关系 和狗姐的兄弟之间要友情还是要女人 你好 我是马老师的女朋友 我就玩笑你 16年前你因为你兄弟把我给放弃了 16年后你又因为我跟你兄弟分开 除此之外这简直就是一部中年大叔的泡妞范本 情话技能蓝点的张嘉义为你现身说法 只要你们跟着叔好好想 50好级也不愁没开二度 就像从天而讲的一个礼物 在我生命中最需要的时候 来了 让我时隔正多年 要体会到了爱情 往后谁再当着我面 说我们家王小米 别怪我动作性能 这他妈老脸都别要 好看 他也没这 这不拿出来嘚子嘚子 那刘家侦察呀 不会聊门的火车司机不是好体育老师 杠的就是张嘉义 所以关于情话技能张老师包娇 至于会不会只要看你是啥 真后姐还想说一句 我咋那么想请女主王小陈喝一杯呢 前脚在大好时光里跟屋里胡歌爱是永恒 后脚就搭上张嘉义 胡写大叔和罗利的罗曼史 简直卖狗粮还是咋的 再说一遍 放学便走 钢针要不是几个看不分的桶子在网上整出点动静 几乎都快忘了换成这八个满身的剧 竟然还在播 本以为除了开篇的美瞳假发和一分半的特效 以及马天宇的盛世美颜 这部剧基本上就可以狗带跟盛世律说白白了 谁知好剧都是相似的 但曹剧往往是不看到最后 你都不知道他还能捉出什么样的妖来 最近不少追剧的桶子都表示 本着冲着自家爱豆辛苦追剧 却发现替身的身影已经无处不在 拉背远景微剪动个戏咱就不说了 尼玛连近景露脸都是替身出嘛 我的爱豆都说好一起撑下去 你却偷偷撒了手啊 换成能不能要点闭脸 抱着不能只听一家之言的求真态度 姐随手点开了几集 离落合药时的可怜 替身无误 好些了吗 英鸿士知道是硕刚欺负了蓝商 于是去找硕刚报仇 于是英鸿士的替身出现了 挨马脸对不上号就算了 假发还那么放荡不及爱自由 姐也是罪了 你以为这就是罪瞎眼的 要说这句也太不负责任了 连马天鱼裸上身都被提神了 本来是玉姐灵月小鲜肉的劲爆画面 却无奈落入了大肚囊和低好几个字方的颜值 姐很气愤 导演你知道吗 所以看到这姐真想问一句 现在的演员都怎么了 现有李一封被曝在麻雀用文剔 现在马天与宋倩也进行了替身大不对 不是解作人可刻呀 也不是不懂拍摄难以避免替身的出现 但是用的如此猖狂的 也真的是头一遭遇见 谁也不说了换成 你欠迷地迷门的一个交代 阿弥陀佛大吉大利 统子们都别害怕 不是要整条大神 是解要强行灌输一部泰国神剧 独爱 不要光听剧名这绝的烂大吉 人家剧情可是草鸡带感 号称泰国版的神话 剧情的一开始就是着急忙慌的战争场面 可女主没有下得要逃命 而是一副觉悟很高的样子 跳起了舞 但是信仰并不能保命啊亲 接着为了守护宝藏的男主 把女主的头砍了 姐妹们 谨慎找这种大一灭秦的主啊 我们女人天生就是被宠爱跟呵护的好吗 于是乎到了天堂的女主 暗暗发下毒誓 你看了老娘的头 来世老娘让你三分钟 甚无可恋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前世今生的故事 男主在古代是个将军 女主深爱着他 女儿暗恋着他 敌国来起 男主让女主发了毒誓 答应守护好藏在家庙之中的国家宝藏 女主绝没想到男主会杀了他 还让他的灵魂因此被禁锢249年 而男主和女儿在人世间不断轮回 终于那一世男主变成了一个考古学家就遇到了女主 两个人就是一会儿来呀互相伤害呀 一会儿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究竟是弄死对方还是自我就输 杠真对于姐这样的震撼子来说 都被这剧情折磨的满身都是痛点 偶尔还得被女主那惨白惨白的古代妆容 吓得浑身得子但素不得不说 独爱各个角色不爱个力的几非呀 女主不整大白脸的时候也是颜值包表 端庄大气可以hold住纯元皇后的那种 满事各种气哭恨哭委屈哭感动哭 各种切换无压力 所以你还在为生活的无聊垂头丧气吗 打开独爱找策略呀 不是你走错了频道 是霓虹剧真的又刷新了三观 看了被实况转播的男人姐 整个人都不好了 就想为一句有毛病啊 有病去排队挂号啊 整个电视剧展现的就是一个直播节目 城里最失落的人TV的镜头画面 这个直播节目会找出一个看起来非常失落的人 然后在未经许可且不被发现的情况 偷偷的对这个人进行跟踪拍摄 节目有一个主持人和一个只想着卖书的心理学副教授嘉宾 他们会边直播边吐槽被偷拍的人 场面非常搞笑 然后这次他们在东京赛马场 找到了一个看起来像是独马输光的正在哭的男士 随后便对他进行了跟踪拍摄 被他们偷拍的男士的确是非常失落 然后就是一路风驰电车审展开 在街上被三个年轻人暴揍 一言不合就脱了皮鞋要看楼啊 在跟踪的过程中 这位男士甚至自杀了好几回 然而一次也没能成功的死 要更让人警掉下巴的是 这个男人在嫉妒悲伤的情况下 居然真的吃了土 来来来 童子们料料料料刷起来啊 游挺兰博吉尼送起来 要不是看了这部剧 姐都不相信正常人能干这事呢 这季的深夜剧简直要玩 第一集就整出个怎么也死不了的男人 名字叫润海吃土 猝不及防张杰就在姐的脑海中上线了 你的悲伤也是不止我 你的开挂令我十脸懵逼 姐的一生有很多男人要感谢 尤其要感谢被实况转播的男人 谢谢你 让我第一回跟着傻笑了一整集 却不知道自己为啥而笑 而十四分钟里 我的智商在狗嘴里 N9没看TVB 一招吓到尿石金 话说虽然TVB一年出产 二十多部电视剧 但今年的剧 真的没几部的剧情是正常的 不是能看见鬼就是怎么都死不了 不是男女主动不动穿越 就是男女主都不是人 终于出现个正常的 看着看着连伦理都跑偏了 看完剧轮二 你才会发现 其实港剧的尺度才是real大 大动的世界的放假 剧情姐就不多说了 反正就是商战 MIX凶杀 MIX黑白斗 MIX好几角恋 但是此剧中的发牌 大boss高天就那一桩桩 一件件干的好事 这有一种比无节操无底线 你们都算老几的干脚 在剧中高天就就一个商界狼人 由古惑仔开始做起 到后来作恒开摆两道 所以身边的一切都 是极强的控制欲 作为爸爸先是跟儿子的女友 上床滚房单 然后出言无辱 旁若故人殴打一个弱女子 除了对自己亲儿子的女人下手 让对方打掉自己的孙子 作为爸爸竟然辣手催花 自己的女儿虽然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女吧 但是行为这被猎手段的下流 也真的是坏出夕阳了 我哪里比不上罗维心 你疯了 你疯了 你走啊 我哪里比不上罗维心呢 就不知道 我真的对你有想法 我爱你 我就要搞你了 死我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你你是我弟弟啊 等等看到这儿姐才猛地回过神 这不是当年跟梁朝伟合作过绝代双交的吴大荣吗 厉害了我的书 当年风度偏天花无缺 如今为所下流老羞 全局后半段都是在讲 爸爸是如何用尽办法想搞到自己女儿的 此刻姐只想静静 更想大喊一声编剧你出来会上